根据数据电影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智能手机用户的换机周期已经延长到了51个月 国内用户的换机速度虽然说快些 但是也进一步拉长到了40个月以上 手机换机周期变成了核心原因 还是经过十几年发展 手机的功能硬件已经是进入了瓶颈期 比如说现在2000的终端机性能表现都不错 除了少数高负载游戏 8G日常占个三年是没啥问题的 而旗舰机除了卷相机还是卷相机 感知很强的新功能新卖点确实挺久没出现了 既然平均换机周期在三年半左右 那么三年前的手机现在体验到底怎么样呢 有没有出现负优化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把老机负责的目标 瞄准了2021年那波870终端机 红米K40 爱库尼尔5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这三台机子都是当年的热门机型 还在用这些机子的小伙伴 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 产品能不能盯住 系统维护力度是一个重要指标 先来看一下三台手机的系统更新情况 真我GT大师探索版 可以升级到最新的realme UI 5.0 基于安卓14 高刷自电影功能 多应用音量调节 禁止摇摇摇的广告跳转 这些黑厂今年陆续更新的新功能 在这台机子上都有 不过指纹依然是不支持吸屏解锁 只能等指纹图标亮起来之后 按压才会有反应 同样是870平台的Nio 5 三年前就已经是支持了 常规机型都有的功能 这老机子是不是也该安排一波呢 K40正式版系统还停留在MIUI 14 基于安卓13 截止到视频发布 还没有收到蓬牌OS正式版的更新 所以系统动效这一块 K40的表现就要相对差一些了 比如说系统动画容易出现一些小吊针 多开应用的时候 有时候动画还会丢失 这些都是属于MIUI 14的遗留问题了 截止到目前高刷自定义功能 依然是没有下放给K40 作为曾经K系列的热销机型 其他两家870都有的功能 这K40难道不给安排下吗 爱库Nio 5 同样没有收到最新的Olingo OS 4.0 停留在3.0 基于安卓13 但是系统动效这一块 3.0其实已经是挺四块了 同样是三年前的870平台 日常主观使用体验上 Nio 5的流畅度确实会比K40 和GT大师探索版的更好些 出现动画掉帧的几率更小 但和Olingo OS 4.0相比 3.0系统部分交互逻辑 界面设计就差点意思了 比如说通知中心的文字排版 看起来就比较杂乱 控制中心 原子笔记 默认图标的没有文字标注 很多交互细节 是不如新系统来的应用直观的 从最新一次系统升级的情况来看 爱库Nio 5是24年1月份 真我GT是24年3月份 K40则是23年10月份 小龙870基于台积列N7P工艺 本质上就是小龙865的超频版 但是在火龙88的衬托下 这颗SoC成了2021年的终端香薄薄 从绝对性能的角度来说 870放在2024年 肯定是无法和当下的2000的SoC相提并论了 Gatebench 6单颗是1300左右 多是3500左右 对比8进2差距是巨大 这里我们用20款应用冷启动打开速度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吉利大师探索版用时112秒 Nio 5用时114秒 K40用时128秒 8进2的K70用时则是75秒 整个测试过程中 870机型的体感温度 也是要比8进2机型更高的 不过有一说一 三年前的机子 现在日常体验行不行 除了SoC性能系统优化 内存容量也会有一定关系 毕竟2021年的话 安卓终端机的内存8GB还是主流 如果你刚好购买的是8GB内存版本 那么现在杀后台的概率 要比12GB版本高不少 游戏方面 三台机子都不支持网主量120帧 这里我们用90帧加极致画质来测试一波 帧率基本上都能稳成一条直线 机身发热都在41度左右 整机功耗分别是3.7W 3.9W 以及4.1W 原神720P 虚名地图跑图测试 真我具体大师探索版 平均是40.9帧 功耗是5.9W 温度是46度左右 6分钟开始锁40帧 后面基本是30到40间波动 K40平均率是45.4帧 机身最高是47.1度 功耗是5.7W 游戏过程中 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10尼特 游戏后半段会频繁掉到22帧左右 iQONU5 虽然说平均帧率有53帧 但是游戏画面一眼模糊 鼠毛测试只有568P 属于是强制降分别率换帧率 最高温度是44度左右 功耗是5.5W 如果说你平时玩游戏的需求 就是玩玩王者90帧这一类 那么870依然是宝刀不老 可以满足流畅运行 但是720P原神 三代机子都是汗流浃背了 体验属于是比较糟糕 性能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当年的中端季 散热堆料明显不如现在 当然如果你去和888机型相比的话 那么870平台机型的帧率 依然会更好点 小米11A最新系统复测 20分钟平均帧率只有35.8帧 游戏后半段是直接锁到了30帧 日常体验上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就是续航 870能效强 更多的是受888衬托 但是和现在台积电4nm工艺的7加镜3 天意9000小龙8件相比 就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了 加上当年中端机 电池容量普遍在4500韩时左右 870又是外挂5G基带 纯5G数据流量模式下 稍微重度使用 一天两冲肯定是免不了了 比如我们这台K40 放在备件库里其实没怎么用过 复测续航成绩是5小时 和现在续航6到7小时 8件中端机差距非常明显 当然有一说一 即便是没怎么用 理论上电池也会存在一定损耗 这里简供大家参考 那么除了性能续航 三年前870中端机 对比如今的2000档 其他方面差距大不大呢 颜值上来说 这三台机子背面的设计 完全是不输现在的中端机的 尤其是真我GT大师探索版 白色版本用的是AG玻璃 素皮版本则是凹凸有制的铝星辆纹理 关键是这个机子用的竟然是金属中框 加上没有塑料支架的曲面屏 算是真我为数不多 设计质感都发挥超长的机子 iQoo Neo5背面的设计 是属于比较简约清爽 AG雾面玻璃 相机戴口部分是云阶造型 也是当年蓝场标志性的设计语言 就是正面的边框宽度有点感人 毕竟当年大多数中端机 都带用成本更高的屏幕大塑料支架 K40的整体颜值 我觉得要比之后的K50K60系列更好点 正面超小的挖孔 感觉稍微再小一点 都能够正常融入顶部的状态蓝了 手感也挺牵引 就是塑料中框部分的亮面处理比较廉价 正面同样也是有大塑料支架 三台手机都是青色搭载 三星的类钻牌屏幕 分辨率是FullH1家 显示精细度差点意思 促进看文字边缘存在一定的居实感 可视角度这一块 NIO5和K40都是三星的硬屏 倾斜之后都会有彩虹纹 具体大师探索本来虽然说是柔性而来的 但是白底画面稍微倾斜 会出现局部泛红 而现在的2000家价位机型 你可以买到素质出色的2K 或者1.5K柔性而来的屏幕 显示精细度明显提升 屏幕调光 校色这一块也都有进步 这么看来 三年实际 国产偶尔的屏幕的整体素质进步 确实是巨大 另外一个比较直观的改变 我觉得就是这个拍照 以前大家形容中端期的相机成像 往往都是扫干嘛 要啥自行车 印象中当时拍照比较稳的是 爱库NIO5 但可能是后续系统更新算法拉了 最新系统下 NIO5夜景环节的高光压制 有些场景反而不如K40了 真我具体大师探索本来也一样 当年评测的时候 是有自动夜景算法的 重新负责 常规城市夜景是很难触发的 高光部分基本是直接过曝了 虽然说主摄传感器尺寸 是这三台机子里面最大的 但现在的夜景表现 反而是三台机子里面最拉的 K40的自动夜景 发挥好的时候还行 但是有时候也会抽分触发不了 这个时候噪点很多 同时高光部分也压不下来 另外就是白天室外场景 K40的自动曝光 经常低于实际场景 多数画面看着明显偏暗 Neo 5和GD大师探索版的 白天自动曝光会更准些 但是色彩这块 一个会有些泛白 另外一个则有些饱和度暂时 画面观感对比K70差距挺大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三年前旗舰中杯的主摄表现 都不一定有现在2000家机型来得稳 我觉得这点主要还是和 这几年头部厂商 疯狂卷相机赛道有关 中端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益于此 比如说算法更加成熟 下方更多 主摄硬件规格也都变得更强了 充电这块GD大师探索版和AQ5Neo 5 分别是65瓦和66瓦 满血65瓦在快充体验上 算是一个分水力 虽然说和现在100瓦 120瓦有差距 但是依然有不错的快充体验 相对来说 K40当时的33瓦快充 放在现在来看 体验上就有些拖后退了 提升感知不强的点 主要还是外围规格方面 如今的中端机和三年前的870机型相比 大多数还在原地踏步 比如说指纹基本还是短焦为主 当然也有个别机型上的超包屏下 马达大多数还是0809规格 和搭搭搭好的正感有明显差距 扬声器虽然说都是双扬 但是都谈不上一支出色 简单小节 如果你的需求是日常轻度使用 刷刷视频听听歌或者说玩玩王者 那么三台870机型用的其实也还行 但如果说重度使用 对比很多八镜天意9200机型 确实被拉开挺大差距 比如说应用多开的反应速度流畅度 原神基本是没法好好玩了 另外续航这块升级到今年这波2000档机型 提升会非常明显 从实际的负色结果来看 如果手机上能够积极给老机型做好软件的升级优化 新功能做好适配 那么这些机子肯定能够盯得更久些 理论上870平台的性能也不算太落后 换个角度来说 现在2000年有些新机还在用778G 7S4G2 6G1 甚至680 面对这些SoC 870的性能依然是有优势的 但实际情况可能还是有些事与愿违 比如说有些机型迟迟不给升级到最新系统 有些机型可以升级到最新系统 但并不享有新系统所有特性 甚至可能还会存在部分体验下降 比如说相机的算法阉割 升级后续航可能还不如老版本等等 那么首持870机型的小伙伴 你们打算再战几年了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目前的使用感受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 这是我们更新系统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宾今天逛一逛 看一看 搜索更多优质科模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